蔡英文说台湾的经济是20年来最好的一个状况 但是从柬埔寨的事件我们就看到 这么多的年轻人受骗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这些广告用所谓的高薪 用所谓的很好很轻松的工作条件来吸引年轻人 那么如果台湾的经济状况真的像蔡英文讲的这么好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 会为了高薪的工作愿意离乡背景 事情发生了政府又无力救援 连内政部长都不敢撇清他跟棒派的一个关系 这个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现在只会做表面的文章 环境很好经济很好 可是人民没有办法在国内 找到一个可以养家活口的薪水 年轻人趋之落物 结果被落入诈骗的圈套 甚至客室异乡 但是政府毫无办法 甚至一开始还谴责这些要去帮忙援救的人 是什么神也是鬼也是 等到风向改了再来改口 这个是我们政府的悲哀 也是我们国人的悲哀 来看一下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